小年夜美农地震造成了高铁大停摆 高铁昨天首度公开了当时的整个维修过程 第一线维修人员 有人是连续工作了26个小时才完成抢修任务 确认防罪措施做好工程人员爬上维修梯 在距离轨道5公尺处检修电杆上的张力平衡装置 小年夜美农大地震后 高铁动员了110名工程人员抢修 像蜘蛛人一样在高空作业 有人就连续26小时没能合眼 体感温度5度的寒风更让工程人员难忘 高铁公司地震后 首度公开维修过程 台南归人段测到398G的震度 是高铁通车以来遇到最大的地震 受损路段长达117公里 光是这种张力平衡装置就有49处出现扭曲 维修一处得花三个小时 下垂的影响就是造成我们列车通过的时候 这个集电工可能会受损 列车可能就会耽搁在路线上 除了张力平衡装置 原本原型的架空地线绝缘艾紫 也破了二十八个 吊挂线更断了六十七处 工程人员轮班花了三十四个小时抢修 才能赶在除夕夜 全线通车 记者郭俊玲 高雄报导